新男0號 來 打招 新男2號 經過冥婚這個特別的題材之後 然後之後你要自己 大概的想 BOO! 欸! 有一點有一點有 我們要收工了 掰掰掰掰 可以笑喔 欸老公 啊 老公死個 叫死個 叫老公 死個 我覺得這部電影呢 它是 集合了所有新穎的題材 你看冥婚啊 然後又有動作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劇本的時候 我其實就是 光看到它的故事大綱 我就大笑了啦 新男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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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打招 新男2號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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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在看這劇本的時候 就知道它會是一個 非常非常有趣 然後跟其他的喜劇不一樣的 一支片 我覺得毛毛是一個 在這個社會當中可以 見不到 很多原型人物的一個角色 比如說它很關心環保意 你的環保費啦 很關心同志的權益 其實它很關心的是人 可是對於它自己的情感 它又是 沒有那麼懂得如何處理 就是很臭直男 他又是一個 對同志啊 不是很友善的一個狀態 從來不覺得自己有錯 然後在那邊惱羞成怒 這就是直男 我覺得這就是他一開始 古版的一些想法 可能是他沒有了解到 其實他們的愛啊 也是跟一般人是一樣的 但是經過免婚這個 特別的題材之後 然後一點一點的改變 變得是我覺得到最後 其實真的是變得 是跟他的家人一樣 然後之後你要自己 戴戴戴的想 欸 有一點有一點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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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演在這個 劇本跟這個作品裡面 有加入了非常多 他自己本人無厘頭的性格 在裡面 然後我覺得非常非常可愛 其實喜劇才是最難的 就是要逗人家笑 比逗人家哭 還更困難 大家一定要進電影院 看這個電影 因為這個電影 就是很好笑 真的很好笑 一些側拍照片 就是都笑得特別開心 但是也有感動 它不斷的反轉 所以我覺得它也是一個 充滿驚喜的電影 它不只有喜劇的電影出來 講了一些議題 然後想要傳達的內容 我覺得都是很有意義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 請戲演支持 歡迎到了這一天了 一定要記得來看電影喔 亮亮